《环球网》报道记者王欢,日本方向延屋翼,在3月19日的记者会上,就日本政府初步决定开发的国产远程巡航导弹表示,以改良线有空对舰导弹,提高是成立争实线部署。 他表示,将早日着手研发,依次在航空自卫队引进。 据日本共同社,3月20日报道,关于引进理由。 阎屋指出,近年来其他各国的舰艇,正在推进引进射程长的对空火器。 他强调,考虑到加强日本周边岛屿的防卫,日本也有必要提高导弹射程。 报道称,远程巡航导弹,具有可从敌方射程范围外攻击舰艇的能力。 日本政府拟对2017年度开发完毕的据称射程不到200公里空对舰导弹进行改良。 打算将射程提高至400公里以上。 空对舰导弹唯用于F-2战机得以开发。 但由于射程较短等原因,尚未得到部署。 阎巫表示,此外着眼于本世纪30年代,预计将退役的F-2后续机型上的活用,将力图实现导弹的程射程化。 At Sevilla Deadpools,7,531,环球时报报道,在接连取得年度航天发射次数,首次超美夺冠,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总数达到300次等成绩之后。 中国航天20日再次迎来一个里程碑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,完成第一把次发射,成为我国第一个发射任务次数过百的单一系列火箭。 20日22时41分,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,在西川卫星发射中心,将北斗三号卫星,成功送入预定轨道。 据介绍,长征三号甲系列大型低温液体运载火箭,包括长征三号甲,长征三号乙和长征三号丙三兄弟,被誉为中国航天的金牌火箭,几乎包揽我国所有高轨道航天器发射任务。 是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,高强密度发射的主力,也是我国目前高轨道上发射次数最多,成功率最高的火箭系列。 截至目前,北斗工程从一期到三期,探阅工程从长额一号到长额四号,全部由长三甲系列火箭实施发射。 它共将43颗北斗导航卫星,4颗长额探测器,成功送入预定轨道。 2018年,该系列火箭,共执行14次年度发射任务,创造了中国航天单一型号年度发射次数最多记录,为适应高密度发射。 目前,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制生产能力,已经从每年2至3枚,提高到8至10枚。 发射周期,从60天减到21天,每次执行发射任务的队伍从300人降到150人。 同时该系列火箭,还将不断创新,完成以助推气散降落区控制,电气系统一体化设计,智能检测组合等为代表的改进,以满足未完航天发射的需求。 马骏,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,中共中央办公厅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单行本》,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。 该书收录了《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》,前文,退役军人事务部,就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答记者问等重要内容。 新华社莫斯科2月17日电,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公司,日前推出新型隐形自爆型无人机KYB,普通防空系统,很难对其进行定位侦查。 卡拉什尼科夫公司,是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下属的武器制造商。 俄罗斯坦斯社远引该集团公司总裁谢尔盖切梅佐夫的话报道说,高打击精度刺杀是无人机KYB,可打击任何地形条件下的地面目标。 而且普通防空系统,很难对其进行拦截。 据介绍,新型无人机KYB飞行速度,达每小时80公里至130公里。 飞行时长达30分钟,可携带3公斤有效再贺。 它能在接近目标,并实施打击任务后发生自爆。 目前,该无人机已通过测试阶段,并可投入使用。 新华社青岛4月20日电,记者于孝中,梅氏雄海军副司令元邱元鹏, 2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,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。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,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内容丰富。 修人鹏说,组织多国海军活动,是国际通行做法和海军交往的独特方式。 2009年人民海军成立60周年时,在青岛首次举办了多国海军活动。 29个国家派出海军代表团参加。 修人鹏说,人民海军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,朋友圈越来越大。 去年,海军向世界多个国家发出了参加多国海军活动的邀请,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。 目前,共有来自亚洲、非洲、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六十余个国家地海军代表团参加。 其中三十多个国家是海军主要领导人参加。 俄罗斯、泰国、越南、印度等十多个国家将派舰艇参加海上阅兵。 修人鹏介绍,这次多国海军活动,将于4月22日至25日在青岛及附近海空域正式举行。 希望活动能为各国海军同行密切沟通,增进了解搭建平台。 为各国海军领导人共商海上安全合作大际创造契机。 积极探索各国海军增进互信、务实合作,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新途径、新思路、新方法。 构建议共商、共建、共享为基础的海洋伙伴关系。 修人鹏说,4月24日至25日,海军将在青岛举行高层研讨会。 各国海军代表团驻华武官应邀参加会议。 海军还将在青岛五次广场举行联合军乐展示、海军成立70周年主题灯光秀等文化活动。 同时,还将组织各国海军进行山板比赛和足球、篮球、乒乓球、拔河等体育交流活动。 1月22日,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。 美国正向叙利亚派遣额外的士兵,组成安全部队,为助续美军和装备,提供安全保障,以确保撤军任务顺利进行。 自上月特朗普宣布撤军叙利亚以来,美国政策表述旅有反复,具体行动举其不定。 由此引发的各方反应一波三折,充分反映出美军撤军的高度敏感性和对叙利亚局势带来的复杂影响。 安全形势不容乐观。 特朗普曾对外宣称,我们战胜了伊斯兰国,并以此作为主要理由支持其撤军决定。 在多方力量的打击下,伊斯兰国在续战场呈现全面溃败的态势,特别是打击极端组织的主力叙利亚库尔德武装、叙利亚民主军,在国际联军的空中支援下。 近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叙利亚座城镇和村庄,包括哈金镇、沙法村和苏萨村。 据报道,叙利亚民主军23日攻下巴古斯村,标志着伊斯兰国放尸在叙利亚作为据点的最后一座村庄。 尽管伊斯兰国的领土基本不复存在,但鉴于恐怖主义活动特点。 其组织形态,难以根本铲除。 去境内伊斯兰国势力也适时调整策略。 转向以刺杀库尔德高官,突袭美军巡逻队为活动重点。 通过制造轰动性恐袭事件彰显影响力。 1月16日,去北部城市曼笔记,发生恶性恐袭事件。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,在美军行逻队经过时,引爆炸弹。 造成两名美国军人,一名国防承包商,和一名国防部文职人员死亡。 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。 因此,美军不得不就自身安全采取必要措施,防止伊斯兰国卷土重来。 此外,库尔德人安全问题,以及同土耳其的立场协调,是美国的另一大关切。 土耳其把续库尔德武装,是做途径内分裂势力在续的分支。 自美军宣布撤军后便大举陈兵吐续边境。 多次扬言对右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库尔德武装,发动军事打击。 出于维系盟友关系的考虑。 出于维系盟友关系的教绍者,发动军事打击指定。